大家好, 多謝來到肥坤頻道, 收看肥坤的片段 今天肥坤自駕遊出了來珠海 自駕遊真的很方便 打開導航, 由這個點去那個點就很快就到了 今天我們來到珠海古色古香的城中村, 北山大苑 北山大苑在珠海鄉州區, 北山路8號 大苑是叫做王家大苑, 是一座清代的傳統民居 也是在珠海保存比較完整的清代建築物之一 現在變成城中村裏弄了很多文創 很多小食, 融為一體 藝術文化, 餐飲娛樂, 創意的圓區 很多年輕的朋友來打卡 很多食物, 很多美食, 特色奇色 還有很多外國小食 可以值得來逛逛的 今天肥坤就來到北山大苑大開眼界 但是, 將這條村活化, 活化, 活化, 弄得幾美 今天是平日來的, 不是星期 都人頭湧湧, 如果是假期, 真是逼爆這條村 今天肥坤來這條村, 就是找食物 有朋友說, 這裏有一家 海南雞飯 好出名的 好多人光顧 好有特色 還有一個, 新加坡的骨肉茶 好香好濃的 肥坤今天, 慕名而來 走去探店 走去, 周圍找一下, 找一下 丹丹轉, 八陣圖 條條路都通的 今天天氣幾好, 陽光抱照 入了這些村, 幾涼爽的 陣陣清風 好純樸 但是, 起到幾美 周圍都維修 改造 尤其是, 很多 東南亞食物 又有西式 有朋友, 貴 應該都是大眾化價錢的, 不會貴 這裏 大食甲底 大件 粥粉麵飯 樣樣齊 這些外賣小哥, 在這些橫街窄行 在這裏外賣小哥, 周圍接班 很多朋友, 三五成群 每個人都去賺食打卡 有些地方, 裝修得幾美 門面都幾寬大 有些還是保留以前的舊屋 逼逼夾夾 但是, 有一種風味 在這裏 以城中村來雞蘇, 算幾好的 路面都幾寬大 又有很多懷舊的食物 可惜, 裏面的馬路還有車行 好少少人車爭路 如果沒有這些車爭路 就幾好 現在國內都到處發展這些 城中村, 開發 創意 適合年輕人的口味 又可以打卡 又可以吃到美食 北山大園也有很多網紅的朋友 介紹過這裏 我想, 很多朋友都很熟悉這一區 肥坤就好像發現新大陸那樣 好出奇 真的 真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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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見 因為常常都在澳門 好少出來國內走 好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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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基本上大部份都是吃的 到處找客人看不見到那間海南雞飯 現在正在找 還有很多舊屋未開發的 這裏很多飲食 坐下喝杯東西很多 聊聊天 享受城中村的滋味 這裏都藏很多朋友 很特別 城中村 又有很多舊式樓宇 清代的 這些是好事來的 舊物利用 找到了找到了 南海雞飯 門面都幾特色 不過要等位 叫號碼 今天兩個人來 都要等 很多人光顧這裏 坐下等下 或者到處拍照 南洋風味 有位了 叫號碼 進去坐下 禮排 熱門菜 這裏最有名的就是海南雞飯 看我們今天吃了什麼 這裏的裝修 很有以前的味道 在屋頂長身也是 這裏地方淺窄 但是坐得滿 這裏的食物開始來了 很多醬料 叫了一杯 龍眼肉 茶 冰涼透心 可能都是罐頭的食物 肉骨茶 有骨有肉 叫兩碗飯 送多一碗 三碗 吃不完 這麼大碗 郊外油菜 本地的 不過就 這麼長 原來牙力不夠空 也噎到 不過那裏很爽口 一咬就斷了 做了一碟海南雞 一碟 78元 肉骨茶 18元 一份 出來吃完 買單是 86元人民幣 不錯的了 可以接受 這附近有很多越南餐廳 吃法國包 喝一下椰汁 環境不錯 今天純粹吃中午 體驗一下 城中村的生活 這裏又有日本的拉麵 如果碗底有號碼 有數字 吃一碗送一碗 免費 好像抽籤一樣 這個城中村也挺大的 佔地 走來走去都走不完 還有很多小吃街邊當 真是家家戶戶都做生意 這裏還有一個魚池 以前的大村下來都會有這樣的 那些蜜包蜜包大大各個包 都是15元一個 看起來便宜過澳門很多 看起來便宜過澳門很多 有很多還未開檔 我們來到這間祠堂 裏面 琴棋書畫 有很多 看起來 有茶座 青袋 可能這間祠堂 很多編房 金色輝煌 多數都是民房四寶 賣茶葉